那回到我们这个主题 现在疫情在世界各地已经产生了各种不同 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欧洲的防疫模范生 各位都知道是谁 是德国 德国他现在举行了好像在前几日 举行了高达2万人的抗议 可以说你怎么可以叫我戴口罩 你怎么可以叫我防御 我们彼此要有社交距离 你怎么可以封锁我们的经济 你这是错的 有疫苗出来 你也不能叫我打 为什么 因为你就侵害我的注射权 还是什么权的 这是不对的 包含的是什么东西 可怕的事情是包含了这些的所谓的 运动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种声音 它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里面 包含了什么 包含的德国里面有个叫新纳粹党 新纳粹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在德国一直是一个小众组织 他一直缅怀的是过去的德意志帝国的状态 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 德国也不会回到政敌 为什么 因为权力太香了 你可以用选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机会 但是你回到帝国之后 那没办法 你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比如说北韩 北韩你每个人都有机会 你不信金 你连屁都没后 就算你信金 你不是金正日的嫡系 你也想都不用去想 就是这个样子 说权力当权力不能分享的时候 那么大家一定不会愿意这件事情在发生 那问题是防疫这件事情 疫苗给你 你不打 这是妨碍到你的身体自主圈 那你做好一些所谓的社交距离 不行 你是妨碍我人身自由 叫你戴口罩不行 你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戴口罩 我有自己的意志的自由 所以说这些自由在在这些 原来是防疫模范这状况之下 现在德国每日的新感染人数 达到破千人 到1000人到900人到1200人之间 现在目前的拉锯 而各位你要知道 现在才9月 然后暑假 各国的暑假才刚过完 没有多久 接下来就面临到深秋 我老师讲过的9月22号的秋分 到后面的你到10月的寒露 等下来就是所谓的双降 这些东西让你气温在欧洲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特别明显 这个时候刚好是传播所谓的感冒 你呼吸到器官最强大的时候 天时跟地力都有了 那么人和呢 人和是哪里来的 人和是由自由来的 这是自由 为什么自由会带来这些病菌 因为你不服管教 人类他是一个群体动物 我们必须要很现实的了解这件事情 人类他是一个群体动物 他是一个需要被管辖的动物 侯有侯王 虎有虎王 狮有狮王 人类的王 就是要管束人类的权利 如果你今天只引以为傲 是你的民主制度 那么你选出来的总理 你就必须要服从他 不是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很简单的意思 对不对 你既然选举了他 然后你要不服从他 就说 有些人就说 他又不是我选的 我也没有选他 所以说我不要听他的话 那么这样的状况之下 社会有安定的一天吗 因为你不可能有一个政府 是百分之百人都拥护他了 北韩都不可能会有 你不要说中国反对政府人多得要命 对不对 随便反政府的 从中国14亿人没捞一捞 有没有个三五千万 肯定有了 你说上亿都有 对不对 既然是这样状况之下 你政府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管束人民 人民又不服管教的时候 你这个社会必将是乱的 尤其是碰到一个 你无法用逻辑跟道理去压制的事情 今天我们不是观念上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是经济上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是种族跟肤色上的问题 今天问题很简单 谁得了新冠 他可能死全家 他这个有点过头了 但是全家人都可能感染到 那么你全家人感染里面 就有人会因为你的无知 而离开这个人世 老师有很多的贵客 家人是被感染 然后离世的 而他们大部分在欧美地区 比较少有贵客 他家人往生是因为在中国或在亚洲 有这个太少了 有 但是真的很少 但是 大部分的 你今天家人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家庭的一些资助 你今天感染到的 然后你受到很大的身体损伤的 都有 问题是他们不在中国 也不在亚洲 不在台湾 不在香港 也不在澳门 也不在中国 他们在哪里 在欧洲 在美国 在加拿大 这些都有 为什么 你们的政府 为什么你们选出来的 你们 因为我要的民主 为什么你选出来的 你不服从他 老师不喜欢 周老师不喜欢现在的执政党 我不喜欢他 我一直都说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他 对不对 但是我服不服从我政府 我服从我政府 我政府要我做什么 那我就竟然做什么 哪怕他今天开放瘦肉精 对不对 瘦肉精 今天你在 你今天把瘦肉精的问题 我们稍微讲一下 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他吃的就会伤你身体 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已经 而且是越先进越文明的国家 他都越要去禁止 莱克多巴胺进入 包含了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开发中国家 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然后他是开发中国家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政府 不让莱克多巴胺进入中国的市场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 为了所谓的国际地位 然后 你允许开放 莱克多巴胺 除了进到台湾市场 我们也没换到什么地位 你只是卖了更多的很昂贵的武器给我们 但是我服从 为什么 因为这个政府 他现在是政府 我能反对吗 我不能反对 虽然是民主国家 但是我我这个人民不能做主 不能做主 我只能选择服从 去抗议有用吗 其实抗议是没有用的 说坦白的 你不服从也没办法 你他就是这么干 你拿他怎么样 对不对 这样状况之下 你尊重你的政府 因为如果你的制度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就只能尊重他 然后我们必须接受他 不是吗 因为你选出来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是在各个国家开始 有些反封锁状况 那么老师在之前也说过 封锁你封一次可以 你很难封了第二次 美国的苏克恩 你发一次可以 你很难发第二次 再发第二次 你的国家快破产了 但是美国现在想不想发 不是民主党不想发 也不是共和党不想发 而是这两个人在那边 在悬而未决的时候 他们可以一天拖一天 因为谁发下一个人都要去还 共和党还得起 共和党还不起 民主党就还得起 民主党也还不起 最好方法就是你要过不过的状况之下 那么这件事情能够越晚成真 对于他们想要去取得白宫宝座的人 他的压力越小 因为你越早去做 你就再越早就要还 因为你有没有可能 你有没有可能不发 当然能不发是最好 但是能不发遇到的问题 就像过去雷曼兄弟那件事情 次贷风暴那件事情 美国没有去救助这些次贷风暴 所面临这些倒闭的或基金 只救了AIG人寿 其他一律都不救 导致了美国后来10年 进入一个很成长很缓慢的空间 好不容易脱离这个空间之后 然后就到奥巴马第二任 然后慢慢的就起来 这个原因 能够再做第2次吗 很难 现在就非常的难 在这个状况之下 大家就拖 能够拖多久就多久